歡迎大家收看 毀貝戰士2 這次呢 嗯 可能國內4月1號過了 今天才是這裡的4月1號 那4月1號可以做什麼呢 就來嘗試一下這個最高難度唄 我給我自己一個小時的時間 看能搞得什麼樣子就怎麼樣子吧 我沒辦法控制 因為到時候你就知道 很多人問 我記得之前很多人問過 為什麼不搞Nightmare難度 為什麼啊 因為Nightmare難度根本就是個 本來是個笑話 但是 人類的極限非常恐怖 所以才真把它通了 當然我的話 距離這個神的級別真的是差距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說我看我一個小時能到哪裡就是哪裡吧 好了 那這個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個敵人是快速敵人 然後呢 是快速敵人 然後呢是會復活的 所以說這個敵人呢你是不可能打完的 一開始這個地方呢 原本呢是不應該去拿這個盔甲 但是因為第二關 對於我來說很有問題 所以說我就需要拿這個來臨時補充一下 所以我現在第一關過的機會變小了很多 因為第一關呢直接衝出口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而且呢我也不打這個UV Speed 所以說 在路線選擇上可能會很有問題 八八 三十九不是很好啊 因為這個 我覺得重來吧 重來吧 太少血了 這個第二關過不了 這兩個小鬼呢剛好他擋著那個路 擋著那兩個按鈕真是麻煩 還是說我沾這個就好了 哦不是是沾前面那個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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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 所以說 是我的失誤 我把技術重新開始吧 不要浪費這段時間 OK 所以呢 速通技巧非常的 這按一個的這麼難 速通技巧非常的重要 所以說如果你本身打過UV Speed的話呢 會對你很有的幫助 但是我是沒有這個基礎啊 所以肯定會受影響 開門啊 哦太好了 好第一關順利通過 我覺得 我覺得第四關呢也是我要卡的 所以到時候第四關說不定我要保存 可以看這個盔甲幫我 保證了非常多的血量 這個非常的重要 因為在拿到大盔甲之前呢 都是非常的危險的 這個第二關 這個地方是尤為危險的這一關 然後到大盔甲 哇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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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我查 被殭屍男幹掉了 所以第四關呢可能 我會中途保存呢 那第二關 我們為了證明我不是那麼水 我還是決定忽中天保存 喔 擦 喔 哎呀 這還打了我一下 嗯 可能有點懸 哎呀 他那個 實際上的那個地方應該是可以用Glide過去的 但是這個本身就是不太熟悉這門技術 然後還要在Nightmare難度裡面這種 時間非常有限的環境底下做出來 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 對於我來說 而且呢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沒有機關槍 到時候有機關槍之後呢 處理這些人型敵人呢會方便一些 哎呀 我去掉下來了 所以呢 你要在快和慢中間的取一個平衡點 這就是惡夢難度最困難的地方了 你不能太快 又不能太慢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復活時間呢 是完全隨機的 啊 當然呢 他不會太快 喔 握插 哎呀 當然他不會太快 但是 也不是每次都30秒 唉衣衣衣 我就知道第二關對於我來說是個大凱 第三關就還好 第四關也是個大桂 因為第四關也是槍手非常的多 拿掉了這個 打掉了就不解了 不行了 這次肯定 都等著我了 是不是這些人不理他更好一些 因為打了之後還浪費時間 看來我那次可以過第二關 也是有不少的運氣成分在裡面 所以我承認這個盔甲幫了我很多 但是這還是要機率運氣比較好 我覺得我應該是犯了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拿那個紅藥師的時候 不應該把那邊的敵人給觸發了 這樣的話呢 可以少料理一些東西 再等一下那個位置 讓開 嗚 讓開 唉 不容易啊 你說為了打這一分半鐘的時間 我花了多少時間 衝過來 唉 我居然沒拿到那個隱身球 那等死吧 順便呢 噩夢難度呢有一個好處 就是這個子彈是雙倍的 但是問題是這個子彈雙倍 很多時候並沒有什麼效果啊 全過來了 但是問題是這個血量不夠用啊 我想說這個血量 這個血量到第四關肯定不行 所以還是重來吧 這個血量都非常的重要 不能隨便的浪費啊 這個血量不夠用 8976 我覺得 差不多是這樣的 哎嘿嘿 趕緊趕緊趕緊 你妹的 這個 按鈕真的是坑爹 算了 再來一次 被這個按鈕坑了好多次啊 噢 這裡沒衝過去就再見了 一百六十八啊 反正一百六十八並沒有 什麼時機意義 這惡魔真是快啊 這個 這次都沒有怎麼被坑爹了 都 哎呀去 都還能這樣 好好好 第三關 第四關可能要保存了 因為第四關實在是太麻煩了 我這裡稍微保存一下吧 這有什麼用啊 這個 這個 沒用 哎呀 看來還是要打的啊 這裡 不是 誰打我 這裡有藥包嗎 沒有啊 我記得裡面有一個大藥包 但是 這個裡面是肯定不能去 我去 這個外面還有敵人 我這裡肯定活不下去 這個血量不行啊 3 可能剛開始要玩得好一些 剛開始玩得太早了 一開始這個地方 只要我不太會搞這個地方 確實 基本上都是 基本上都是這個血量哈 呃 呃 哈 這關給了血量真少 所以可能上一關我要重來才可以 這不行 這肯定不行 還是十幾 哎呀呀呀呀 但我不是說第五關不難 第五關只是難得來了他給了很多的血量 所以說沒有那麼的糟糕 第五關 呃 保存一下吧 一 二 四 這 沒了 啊 你不按規矩辦事哈 掉下來了 一 二 四 又掉下來 一 二 三 呵呵 這三多血根本就 二 三血根本就不是東西啊 嘖 我看看這裡 這裡呢 一定要 這樣 這個衝還不是那麼高難度的 一血過關 能不能拿到那個靈魂球都是個問題 等一下不是 我弄這個幹嘛呢 看看能不能拿到那些血量吧 三十屋好多 好了 這一關 我想想這個路要怎麼走 因為我忘了 這個真的走慢一點都不行 那電章槍只能不要了吧 然後 弄錯了弄錯了 不是這個 這裡 這個 嗯 嗯 理論上我覺得電章槍是要拿的 不可能不拿的 不拿的話 這個 問題將會非常的嚴重 是不是搞錯門了 好像沒有 這些東西打死了應該是不會出現的 這些東西打死了應該是不會出現的 保存一下吧 這裡還有點血量可以拿一拿 欸這個門關掉了 看來不能這樣走啊 這裡少了就少了 沒有辦法了 啊 可能不能用這個 哎呀呀呀呀 這裡是 這裡是怎麼過的 我真的一下忘了 看來這裡還不能 快衝 好 好 過了這一關就相對的好辦 是因為這一關 一開始這裡 給了一個超能球 太重要了 哎呀呀 這個地方我還是不太會弄啊 所以 衝不過來的話呢 這個會損失非常多的時間 這樣就不行 這樣可能就過不了了 哦 順便提一下第七關也是非常的難啊 因為第七關呢 你要 你要同時把這些敵人都 你要同時把這些敵人都幹掉才可以啊 不然的話 這個是過不了關的 因為我血量問題 所以我要上來拿一下這個靈魂球 什麼鬼啊 你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 我這個電梯這麼長啊 這個電梯這麼長啊 嗯 看來這個 看來這個 這個地方不能 不能隨便弄啊 21分鐘過去了 哦 等一下有一個超能球 這一點倒是 是可以的 然後這個地方呢 你這樣衝過來 那個 這些亡靈是不會觸發的 這樣做的話 我還是不小心把他們觸發了 隨便吧 背包也要拿 哦 還是 過了個去 這菊花不飽啊 你這都沒死 開什麼 不玩笑啊 好 好 好 嗯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 是要 這樣過來了 哎 好樣的 一次搞定 好了 第七關 我覺得第七關也是 真的是 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第七關的難度上 因為呢 我們要同時把這些胖子 幹掉才能夠 才能夠觸發下一波的機械蜘蛛 然後 那我已經不記得哪個打過哪個沒打過了 記得這個好像沒怎麼打過 好來 H 呃 然而可以使用火箭跳 然後我是不會火箭跳的 所以說我只能用 基本方式來打 那這個就麻煩了 欸 成功了嗎 成功了 然後呢 下一波就是要把這些這些蜘蛛 也是按剛才的 這樣的規矩來清 噢 噢 就是要全部都打殘了 之後 噢 看不行啊 看來他們復活的時間好像比較長 哈 因為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大怪的原因 欸 有個階之蛛死了 這就麻煩了 不是想他在這個時間死的 噢 噢 噢 即常學習火箭跳嗎 我覺得這也不太可能吧 噢 噢 這關可能是我真正過不了的一關了 就拿了狂寶寶 噢 不是打你 死啊 你趕緊死啊 成功沒 沒成功 成功沒 沒成功 因為那邊剛好有一個技術就出來了 死胖子幫我把那個技術之蛛幹掉了 我 我不開心了 現在 誰要你幫忙呢 真麻煩 最後一個了嗎 沒有 還有這麼多 成功了嗎 Holy shit 他升上去兩次 噢 居然還是可以用的 唉 居然過了 不容易不容易 這一關我得想想這個路是怎麼走的 不太記得了 這邊完了之後呢 是這邊 反正還是要用火箭 主要是我現在覺得我的火箭不夠用了 所以說 我要改變一下策略 這個是開門的 哇 已經復活了 這麼快 哼 嗯 可能還是要用火箭 不然這時間不夠 這裡的話 拿一拿 我這個 我這個路數不熟悉 實在是太麻煩了 OK 我們終於可以 認真說 正常的說話了 是不是 就是 沒有BFG 這遊戲要怎麼玩啊 欸欸 忘了 忘了 這裡 不是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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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喲 這個不記得門就是麻煩 不是這個 是這個 我現在在這裡關門 這裡呢 不能太心急 先等一等吧 因為這個無敵球的時間 對我們來說非常的寶貴 所以說 我們一定要利用好啊 沒有盔甲了嗎 我擔心這一點 沒有盔甲了嗎 我擔心這一點 好 但這一關對於我來說也是個難點啊 因為 我不記得這路怎麼走了呀 而且這一關基本上是要 這一關基本上是要打的 所以說 非常的麻煩 你看 哼 其實要上來這裡幹嘛呢哈 好像不對啊這個路 好像是不對 喔 這樣的 那好像沒什麼錯 呃 然後 然後呢 藍藥石拿到 之後 之後 應該是這裡 完了之後呢 是 這裡 喔 這裡 這有個痛苦元素 我覺得要先慢慢的處理一下 沒有辦法 這個 反正失落靈魂不會復活嘛 這個可以花點時間 加上這一關呢 這個痛苦元素 它噴不出那個 失落靈魂來了 因為 這個 這個失落靈魂的上限已經到了 嗯 但是掉了太多血不行 所以它只能當肉盾 好 噢 是 呃 卻 先打那邊 OK OK 因為平時從來不會去考慮這些 從來不會考慮這些順序 反正都要發動的按鈕 需要兩個保存的 這個火箭吧 OK 要不要去拿這個呢 但我覺得可能做不到哈 做不到就算了 然後 是在哪裡 這邊 哇 這個人口密集程度有點厲害啊 這樣說的話 不是這裡 在哪 這個 一點點血我也拿了吧 等一下啊 我得想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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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沒想到過了九關 第十關也是非常麻煩的一關 因為這第十關他那個叫什麼來的 槍手特別特別的多 我還得想想這個路線是怎麼走的 我覺得不能按照正常的路線走 但他肯定死了 但不按正常的路線做我沒有那個無敵球呀 但這個地方有可能不死嗎 站在那兒 嗯 先想想啊 先把你解決了 嗯 主要是等一下其實有一個隱身球的 但是隱身球的作用可能不能在這個房間裡面起出來 來 我去 等一下 這個應該是靈魂球吧 是的 這樣的話我們就有彈姿了 看來還是沒有哈 嗯 怎麼辦啊 我那個 我那個 我那個電量槍子彈不夠用啊 現在發現電量槍子彈太有用了 我拿到黃曜石 我拿到黃曜石 這電軟惡魔可能不管他更好 是吧 這電軟惡魔可能不管他更好 是吧 玩藥師是在這個裡面 我這樣走其實對不對 我自己都不知道 感覺不太對 然後呢 這裡 正好可以拿到一些補給 這麼多 突然間這麼多電池 這個兩倍子彈還是有點好處 我希望這電子惡魔不要出現在這 他出現在這我就沒辦法玩了 你傳送回去了 賣的 拿好時間給你玩這種東西 他傳送我回去 他傳送我回去 現在是怎麼走的 我自己都不記得了 我以為他離這麼遠都能燒到我 不能老是依賴這個電章槍啊 不然的話等一下子彈肯定不夠用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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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 然後呢 應該是走這邊的 還是說這個是盔甲啊 沒用的吧 哦 你看這個痛苦元素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 要把他馬上瞄了 哦 不是不是 這個地方還是會去紅藥石那個地方有用的 哦 紅藥石在中間 哦 紅藥石在中間 這番茄別來礙事啊 然後那個秘密地點我倒是想弄一下的 因為有很多的電池和火箭 對 這些火箭對我來說還是蠻重要的 好了 不要嫌我保存太多 我想說能通已經很好了 抓緊這30秒的時間 被打得不成狗樣啊 我想說 先稍微等一會兒 然後再跳下來 然後再下來 我看看這個 我猜這個怪也復活了 一定要從這裡跳嗎 那這個靈魂就不要了 我去 所以這個靈魂就不要了 OK 十一關通過 我這個殺敵術是不是太多了 我想說 好了 工廠 這一關也是非常的麻煩 尤其最後的 其實沒有每一罐是不麻煩的 就是最後的那個房間 如果你玩過的話就知道最後的那個房間是有什麼問題 我看看這個路是怎麼走的 我也忘了這一關 後面這些罐真的是速通的路線基本上是完全不記得的 哦 我知道了 我看在哪裡啊 看來繞那邊沒有問題啊 我就繞那邊了 不如火再叫 嗯 然後 要多用一點機關槍 不能老是用這個什麼 這個房間真的是 文明的坑爹啊 這是 你根本沒有位置可以躲 呃 最左邊那裡有一個 蛤 哇 你沒死啊 OK 應該可以了 喔 過關 第十二關就是這個樣子的 第十三關呢 套給無敵球 所以說可能問題不大 但是細節上我有點忘了這一關要怎麼走 這個路線 首先這個盔甲是必不可少的 OK 拿上這個 然後是這樣傳送 然後 這樣跳下來是不是 喔不對不對不對 鑰匙不在這 喔 我知道了 但是要現在拿這個嗎 三十秒鐘夠不夠啊 我不太清楚 先把他們打殘一點點吧 可能沒沒想想可以的啊 別擋路 別擋路 現在的話呢 先把這些 先把這些 先把這些亡靈幹掉 因為他擋我路 然後呢 欸 我可以靠保存的時候 其實就 沒什麼問題 這裡搞完抽 欸 趕緊來這邊 不要擋我路 一定要站在這裡 不然的話 這個電梯是不會降下來的 這裡有一個狂暴包 所以說我們的血量 可以馬上回滿 這一點還是比較好的 這番茄為什麼 這麼快跑過來了 死一邊去 竟然有直接順手把這個拿了 噢 三個關通過 十四關 好問題 我又是 徹底的忘記了 這一關要怎麼搞 思考一下人生啊 必須要先走這裡嗎 是的 沒得挑 哈哈哈 嗯 這個開局要怎麼搞 欸 拿錯了 這個 這個開局不能這樣開啊 就算是一百血 肯定頂不住了呀 可能還是要 稍微慢點來 啊 這邊 呃 這邊 什麼鬼 你這都能打中我 我就不信了 呃 看看這裡要怎麼 他原來沒死了 我看這裡要怎麼弄 嘖 絕對不是這個槍啦 沒了 出我去 然後他 還沒死 太假了 嘖 喔 ew 還是用這個吧 這裡其實有電池的 我覺得 這繞了半天 都沒拿到那個盔甲 這裡是不是也是有一個亡靈呢 喔對了 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這個 我這個血量能不能撐得住 因為實在是太多槍手了 可能有點難 現在看 嗯 好問題 哪裡有血量來著 這血量是 打完那個之後才 打完那個房間才有 啊 本來可以活下去了 這個 那邊有個混蛋 所以我這個以身球還是拿一打 這樣的話至少會 稍微安全一小段的時間 這裡的話呢 我還是記得這個地方 過來呢有一個階之珠 然後後面有一個靈魂球 這個還是必須要拿 這個還是必須要拿 我 啊這個就 這樣這樣的話就 重開一下 因為下一關呢 你也知道有多少槍手 所以說能拿到多少血量算多少血量 雖然說他一開始這裡給了很多的血量 呃 我要稍微思考一下這一關要怎麼弄 因為這一關呢 一定程度上就是 拿到紅藥石之後就差不多的了 因為有一個無敵球 54分鐘哈 然後這裡下來 然後是這樣 然後再傳統回來 拿這個沒什麼屁用啊 呃 不走這邊 總是這邊 準備好BFG 好 沒有盔甲了 呃沒盔甲這個 呃 哼 是不是一個問題呢 可能是的 唉 喔對喔我想起來了 這個按鈕不用 不用在這個上面發動的 可以在下面發動的 所以說 呃 呃 看來他擋路還是很厲害的這個 呃 這個無敵球呢是我們的救命法寶了 好 走起 這個31關呢肯定是要走的 因為節約很多時間 所以走31關 所以走31關 比走那個要快多了 比直接 打通15關要快多了 嘖 這邊惡魔太多了 我覺得還是不要搞 不要搞這種東西 欸 那我這些子彈我想要一下 因為我從 從不玩這個噩夢蠻部 所以說 我是不會去計畫這些子彈啊 或者那個什麼東西是怎麼去用的 所以 為什麼一定要拿這些東西就是這個樣子 包括這些機關槍子彈我覺得 都是有 有必要去拿的 好 這裡主要是 這個靈魂球啊 我不是想過這個 我不是想去那一關的 相當於15關過掉了 沒想到 那乾脆今天視頻就到這裡結束吧 這個也挺辛苦的 雖然說前面幾關 好像還打得可以的 後面就有點亂來了是吧 那我們今天視頻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